就是美国的这个内政的 是北京出牌的好时候 那么这个内政呢 大家可以知道两个问题 第一个这个疫情让美国伤得不轻 让美国伤得不轻 也让欧洲伤得很不轻 导致欧洲对中国更加的依赖 这是第一个 那么除了这个疫情 让美国伤得不轻以外呢 这个美国当下的这样一个城市的 遍布城市的这样一种暴力 他也是美国自己的这种内伤 也说明美国内内部伤得不轻 还有一个问题 内政问题在什么呢 两党之间的斗争 11月份的这个大选 导致川普出属中国的时候 他受撤肘 所以这是内政的三个方面 觉得北京是出牌的好时候 那这个方面的事实 我觉得你讲都是现在 我们正在观察的事 确实都是现实 但是呢我觉得这种现状啊 不是中共能够主动操作的 毕竟中共不能到美国来投票吧 也不能说我们党中央到美国投票 我们决定了川普必须下台 谁谁必须拜登必须上台 美国国不是中共的这个附庸国 或者是宗主国啊 那么那是这种情况就是美国国内 在政治发生对立或者说冲突的时候 中共最多能做到的事情 就是指望对手 手气啊 不是说他有牌可以打 他没牌 他只能指望什么呢 对手手里的牌 就川普手里牌啊 手气变衰 就最好川普手里没大牌了 牌打光了 要输 这是中共唯一的指望 所以这样的话 落实下来就变成美国民主党 能不能赢过川普 那么我觉得啊 这一场这个美国的这个各个多个地方发生的抗议和打砸抢活动 恰恰正名了一点 就他和民主党有很大的关系 就最近美国多个地方发生这个抗议和打砸抢活动 和一个团体叫做Antifa 也就是 有人把他叫做反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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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极左派学生这个反对秩序制造骚乱 然后这次呢不一定是学生 还有各种各样的人 所以有人认为这场是一场极端 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动 就你说的共产主义没有错 因为他们思想上价值观上都是马克思主义 那么他的追思这个 entified追思者的社交媒体上组织起来 穿着黑色衣服和戴着面具 经常参与暴力型的抗议活动 那么很重要一条就是 在这次抗议活动当中 不少民主党的精英 他们的子女也加入进去 而且有的因为行为过激备 所以这就引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entified这个运动和民主党到底什么关系 民主党的当中 在他们的发起的这些全国性抗议和骚乱当中 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第一个问题 值得问 第二个问题 假如民主党真的认为他能稳赢总统大选 那么参与这样的活动是增加选票还是减少选票 第三个问题 这个entified这个团体 并不是美国多数选民喜 这个乐见的一股潮流 美国大多数选民很讨厌 那么如果民主党去拥抱这一波人 一波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分子 那意味着是民主党对总统大选的信心倍增呢 还是信心不足而见走偏锋呢 我这里就提出三个问题 我不给答案 大家自个儿想民主党和安提法到底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他会在里面有很活跃的角色 第二个民主党这样做是以为有助于总统大选 还是因为总统大选没写 第三个就是民主党是信心满满呢 还是见走偏锋 信心不足呢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指望美国民主党推翻川普这件事 中共现在是唯一的希望 或者唯一的指望 就是指望川普手里没拿到大牌 那大家都坐在牌桌上 中共也不是玩21点的高手 他哪能知道川普下面摸的那张牌 就一定是要输牌的呢 何况川普摸牌打的对手不是中共 是民主党 所以中共指望民主党 川普来自己的从中解救出来 是一种没有别的可以指望的情况下 唯一的一种怎么说 可以说是这个拜菩萨一样 就是他也不信上帝了 反正就是拜拜菩萨 求求菩萨能不能保佑本党 中共能够逃脱这一次的压力 然后最好川普滚蛋 然后中共就逃过一难 但是我觉得 我刚刚没提这个关于民主党 和Antifa的关系的三个问题 其实暗示的是什么呢 就是北京指望川普被推翻 但恐怕是指望不上 当然这个答案到底怎么样 我们等到今年十一月 我们就会看到结果 说实在话 这个内战这个牌呢 打的就是川普走人 但白宫待不住 不管这三个方面说来说去 他对北京的战略意义在于 让川普滚蛋 那么也不是因为北京手上这个牌多好 而是因为川普手上这个牌很烂 最好川普没法打 对不对 他是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说在某位上你说是 看不是北京能控到这个局面 是北京等着一个 对川普不利的一个局面出现 我觉得不见得是对川普不利 我刚才那个问题问得比较 这个 是这意思吗 就是他就是把这种 愿望寄托于这个局势 对川普不利 最后川普输掉这一场 11月份的那个游戏 对 但是我刚才想说的 其实还有一层意思 我讲的也挺 在通过那个问题的提问 也表达的很明白 就是不管哪个什么样的政党在美国 如果靠党antified的牌 想要赢得大选 不是证明这个党 现在已经胜利在握了 是证明这个党胜利已经消失了 打了这玩了antified这套运动以后 只会 这个败选 可能性更加增加 本来如果没戏的话 玩了这一套以后就更没戏了 是啊 那个在街上的有一些反川的分子说 跟antified说 说你们不能这么干 你们这么干 搬川普 已经在街上警告这个这些人了 千万收住 他说这样并不是我们得利 是川普最后得利 是啊 这道理稍微冷静些的人都能看得见的 我北京好像没看见 或者说他就不想听这个 我们俩说的这个意思 这是个问题 那么我们说了这个北京啊 刚才可能的有的几个牌 西方的分裂 美国的内政的软肋 以及捏的这个 经贸协议 这些我们都分析了 那好像这些牌 没有一张真正的玩牌 应该是这样是吧 其实我刚才 这个按着这个路子 一个一个分析了 就发现说 其实北京说的 这事儿 我们讲的这几个方面 没有哪一方面是北京的牌呀 也就是说北京没牌啊 手里空空的 没有两手空空 你凭什么去 讲我有银牌能赢啊 没有啊 他最后其实就一条 就坐那磕头烧香 求着菩萨保佑 他呢 他这个牌也就这样了啊 我们下一步就请你谈谈 就是说 在这个博弈中 北京的软肋在什么地方 其实北京软肋 蛮清楚的 就是说 中国的首先是 在美国开始 这个对把中共 在新闻看当中 当做一个 这个敌对的力量 就把他从盟友 这是当年在美苏冷战当中 中共是从苏联红色阵营 共产党国家里面叛变出来 拥抱美国 老毛拥抱尼克松 完了以后 中共就叛变到美国这边 和西方所谓敌对势力合作 一起对付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活他干过 然后呢 从那时候到现在 美国中共现在手头 其实最大的一个 我觉得软肋是他的孤立 就你仔细想一下 现在除了金三胖 听他喝 也不完全听他喝 就是中三胖和他关系还可以 实际上还有哪个国家 是北京不花钱 就能让指挥他传传传 金三胖中国也得花钱 也花不少 虽然不一定花美元 不过我相信 三胖花美元也得找北京要 要不然人家进去加人民币 人家三胖比北京还比较累 所以这就 人家就在北京面前 反正变成中共惹不起了 但是其他国家没有 实际上找不到几个 是北京贴挡哥们 也许那个柬埔寨可以有点算吧 半个哥们 那韩桑林真的就会为了跟中共出来 这个在世界上这个披荆斩棘 韩桑林也没那么笨 然后其他的国家恐怕都是和欧洲的立场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 是不会在短短几年内的形成 因为中美新冷战的展开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全方位布局完成 所以各国家相关的国家 都会根据国际的政治军事还有经济 这方方面面的情况 在新冷战格局下 整个世界的政治军事还有经济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而他本国在这种变化面前 要怎么样站队 那是一个要一个慢慢的调整过程 那我觉得北京的软肋在哪 就他对对外姿态不强硬 会被国内骂成是外国贼 美国都施加压力了 你还能装怂 那肯定不行 而且那共产党那个骨子里的 那个敌对势力 你都喊了70年了 你哪一天说呢 我们和美国不敌对了 你看到人民日报敢这么写吗 那也要翻天的 只要民间的对共产党的 这个批评和对共产党的不满 那趁着这个机会就会爆发 对共产党来讲也是很危险的 所以他只能对外姿态强 但他软肋就在找 就他对外姿态越强硬 他对内宣传就顺畅的很 那就和他70年来的宣传 一脉相承 是顺畅的 老百姓也被他忽悠了 跟着团团转 但是他对外越强硬 这个反制北京的国际联盟 多国联盟就会多一些 找一些状态 就会有很多 哪一个国家他对他强硬 这国家就一定会和北京掰了 然后呢 想办法和美国结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说他能惹谁 别看到现在的中印边界 又在和印度对垒 如果真和印度打起来 北京也不见得就能占多少便宜 这个第二 那印度被中共逼急了 人家就真的彻底的和美国结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把谁逼急了 谁就会来投靠美国 那就美国那边多一个盟友 多得一些分 就你我举一个足球场的例子 那就是中共这个足球队 其实没人 有两三个人和他一块站在一边 开始比赛是站在球场的另外一边 然后美国站在球场对面 那美国这边呢 表面上看人不多 但是有很多呢 是站在场边看 随时准备下场 帮和美国站在一块 然后中共的做法是 就是跑场边上去 逮谁踢谁 你为什么不帮我 你踢一下 人家就跑到美国那边去 所以越踢 他的盟友越少 你不踢 那在国内他交代不过去 就变成了孤家瓦人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北京真正的软肋 就是他在国际关系上 在这个世界的这个 新冷战的当中 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简单的这样一个预计 就是美国随着新冷战的展开 他的盟友会增加 中共不会增加 或者说他就没有 现在就没有盟友 以后更不会有 所以他始终是一国 要应付全世界 对他的这个将来的更大的压力 所以这种软肋改变不了 确实如你说的 这个在香港事件以前 在疫情事件以前 英国对华为是开了口子的 但是这个疫情危机之后 香港事件之后 英国死无前列的 跟美国开始站在一起 这个五眼联盟 这是准备在香港撤退 帮香港人撤退 还有这个华为问题的封杀 都反映出英国 开始跟北京保持更远的距离 跟美国这个传统盟友 保持的更近 我也不认为美国没有盟友 你看这次在香港问题上 五眼联盟实验就站在一起来了 当然了 这个每个国家呢 现在都还 因为这新冷战刚刚开始 咱们俩在节目里 也算是比较早讨论这个问题的 这个虽然纽约时报一年前 写过一篇这样的文章 但它那个文章是带问号 我们这个讨论呢 是带句号 或者带惊叹号 也就是说 我们是从比较确定的角度 来分析这个问题 那也许有人说 我们是我们俩是危言耸听 我们俩在制造新冷战 其实咱们俩 别说制造 这个我们俩其实能把这个新冷战的问题 这个看的稍微多一点 这个深入一点 就已经挺不容易了 所以从这角来讲的话 新冷战真的是这个怎么说呀 就跟一刻小 这个就是一个刚刚出来的一个 用中共喜欢用的词 叫新生事物 真太新冷 就是总共不到一两月而已 在这个情况下 你要求世界所有的国家 第一它能不能把这个准确的 看清楚这一点 这就已经不容易了 很多国家反应迟钝的 像德国那就反应迟钝 或者说克莫克尔是故意的迟钝 英国上反应比较敏捷的 因为毕竟人家是老台的世界大国 虽然现在英国没有殖民地了 这个国际影响力大幅度缩小 但是人家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 那你得配合 丘吉尔在二战以后 第一次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当中 比美国还领先 第一次提出来的所谓铁幕 果然后来柏林围困的时候 苏联围困柏林的时候 就证明丘吉尔是对 虽然丘吉尔被英国人赶下台了 那不证明他说的话 他的眼光不对 英国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和眼光 那么其他国家就靠不住了 但是不管他有没有眼光 中美新冷战开始之后 随着时间的推远 越来越多国家会看到这现实在一点一点的变 也就是说 哪怕美国以一个国家的力量 对中国开展的这个各种方面的这个 或者说是咱不说勒脚索 咱们就说是这个加以种种限制 有的方面像经济制裁 就是关税等等算是经济制裁 只要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 这个做法 一环后一环 一步接一步一拳又一拳 那么中美之间这个拳来脚往 就会让其他各国看明白 然后他们会知道说 中共不是一个 在这个长期的较量过程中 会步步走向胜利的一个局面 这点我想大部分国家不缺这个判断力 只是他们还没有看清楚 还在看看说 很多国家现在希望说能不能回到中美新闻战之前 或者中美新闻战能不能别发生 其实中共也不是真希望新闻战发生 但是他想表现的就是说 尽管新闻战发生了 我不怕 照扛 干到底 这就老毛那个传统就来了 这个中共最大的软肋啊 你说这个孤家寡人 在世界上没有朋友啊 这个东西 刚才有人说 伊朗和朝鲜会不会成为北京的朋友 数了数啊 掰了掰 这两个呢 你觉得可能吗 就算成了朋友能救吗 就那个吗 就是现在对中共来讲 他要的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给他旁边挥小旗子拉拉队 中共要的是那个帮他一块打的 哪一个国家愿意豁出自个儿的 我们国不要了 为了帮中共我们就牺牲了 老毛当年也说过这个话 就是金文炮战以后 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北京的时候 指责老毛说你轻易去挑衅西方 挑衅美国 因为当时中共炮击金文 美国的第七舰队出动军舰 掩护台湾的那个运输船队 然后中共炮击金文那个炮弹就会打到美军 打到美国舰船 打到美国的海军 那就变成中美之战 老毛也担心这一点的 但是他不怕 为什么 他跟赫鲁晓夫讲 我们到时候 就算打了美军 美军要报复 要派军队登陆我们附件 打我们 没关系 我们把他们诱敌深入引进来 引到湖南湖北 江西 等他们上岸以后 几十万大军在中国大陆 我们就陷入大海 什么意思呢 到时候我们豁出去 我们中国不要 西安以东 我们放弃 让他 你苏联用原子弹炸骨 把中国炸光 然后呢 连中国人带美国人一块炸光 然后我们是共产主义就胜利了 那么现在问题是 就算中共现在要想做同样的事 你得有一个伊朗或者是金三胖 愿来站出来说我豁出去 我北朝鲜不要 我金三胖不活了 我死明天死定了 我要和美国干一把 你显示我和你中共 是这个血蒙的关系 铁哥们真铁 中国老说巴基斯坦是铁哥们 你看巴基斯坦能站出来 给北京说我豁出去不活了 我们巴基斯坦不要 灭国灭总 就为了替你中共出这口气 有这样的国家吗 下一个问题呢 我问以前观众朋友如果要问 陈耀隆先生问题 准备可以举手了 那么在我 这个应该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那么北京的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北京最热到的一个词 叫地摊经济 这个经济已经到了一种 全民搞地摊的这样一个时刻 开样的时代搞底线思维 那么再加上香港这么一招呢 之后呢 很多人预测会让北京的经济 雪上加霜 所以说经济这个牌 对北京来说是不是个软肋 那是毫无疑问的 首先的经济不是牌 经济是创口 而且这个创口大到 不能用创口贴 不灵的那窗口 雪淋淋的 就现在这会儿的经济 什么叫地摊经济 就很多人已经 明儿早上的菜钱都不一定够 就是打短工的这个 从农村进城谋生 找不到工作 现在日子快过不下去 还有很多被裁员以后 家里面很多开支开不出来了 所以怎么办 摆个小摊看看 怎么样 如果这国家都想摆小摊 其实很简单的常识就是 这个以北京城为例 你说北京城小摊要多上四倍 八倍 那中国北京城买东西人是多了还是少 不更少 都摆摊去了 谁卖谁啊 当年东北是中国的这个老工业基地 然后97年以后 国企全面的下岗 国企倒闭私有化 那个时候东北也是下岗之工 满大街摆摊 然后以至于说一个小区里头 居民是比方说一万摆摊都两千 剩下人没钱买的 摊地摊经济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是这个国家经济进入灾难期的状态 因为多到了说 人人都摆摊了 那就没有买的了 每个人都摆摊 顶多是转一圈 我买你的 你买他的这个转圈 回来以后 谁也没转钱 那么现在北京讲的这个 所谓地摊经济 那是李克强 看不透 要看透的话 这话不要紧 他没得说了 他没放弹 这个他能做什么呢 其实对啊 他就是因为什么也做不了 他希望朱贝回到元首的那个共识 那个时候好像还好过 那现在你说他能说什么 六亿人不到一千 月收入一千块钱 要按现在这个状态 再过两三年就月收入不到500了 因为现在这个月收入 一千块钱很多是 还是这个 就是农民工去年进程打工攒钱 还有点底子在哪 这底子可薄啊 花完了就没了 所以 从这个角度讲 李克强 我记得是上一个星期 我们这个 就是这个 中国研究院节目里头 提到这个事 就是李克强现在 是不是能够 比方讲有人指望说李克强 你甩开习近平单杆 我心里想说 李克强这会儿恨不能辞职啊 如果你能让他辞的话 我要李克强我这会儿绝对辞职 不能辞职 这个就像这个您是不能辞职的 对他和默克尔处境一样 明明知道的局势已经挽救不回来 一塌糊涂了 但是都不让一次 要不让换 那锅谁背呀 这个钟来一样 钟来大半时间是替老毛在背锅呢 中国经济三驾马车出口 消费投资 现在好像全熄火 最近制造业 制造业大国 现在变成地摊大国 这就是战略转型啊 不是战略转型 是战略 怎么说 战略 那就转向 转向经济的衰退 这个在这样一个 中国跟美国摊牌的时候 美国的鹰派著名代表白班瑞 接受媒体采访 提出怎么样的 来跟北京进行摊牌的 这样一种游戏 他甚至提出了 怎么样的加快 中共的瓦解 那么你觉得 美国会不会 接受白班瑞的这样一个建议 白班瑞这个应该不说 不能说是建议 我觉得 你觉得不是建议 不是建议 这像谁建议这个呢 这个很多事不是建议一下就能实现的 比方说到中共最害怕的是担心共产党成的目标 那现在美国 蓬佩奥讲话 国务卿讲话 开口就是中共 CCP 人家不再谈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比如说把中共和中国人 中国人给分开 已经做了 中共怕也好 不怕也好 不就这样 第二个是 白班瑞说 中共最害怕的是被围攻 现在美国还 我们刚才讲过 我们还没形成这个制约或者说这个反制中共的这个国际联盟 跨国的多国联盟 但这个联盟呢 我们可以预计早晚一天会形成 那么在形成之前 讲也没用 你得等 实际道才行 第三个是 这个怕川普连任 这事儿恐怕也 也不是什么 这个 中共怕也好不怕也好 这种改变 我刚才讲了 中共不能来投票 不然的话就没川普 美国成 成中共的殖民地 那就可以了 就跟香港 如果哪天美国香港化了 北京来说 我们北京立一个宪法 美国必须照搬 党中央要领导美国 那那时候美国就不用同同大选 当然了 如果美国的极左派 能够在美国占领天下 这个 把美国也变成共产党的世界 建立一个以北京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那当然是一件中共乐见其成的事 不过好像这是彻底的白日阻碼 如果没有 所以白帮位讲的三件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 有的已经在做了 有的已经开始了 但是没有一件是中共能够 就是还是我们前面那句话 就是讲的 就是中共没有这个应对的选择空间 就是没有哪件事 围攻也好 被围攻 中共没有被选择 没有自己选择空间 然后这个美国把中共和中国民众切割开来 矛头针对中共 这个事中共也没办法 你不能去贴这个 往蓬佩奥嘴上贴封条 或者是给蓬佩奥发警告信 你要再讲中共 我就把你怎么怎么着 蓬佩奥不是中共的屁民吗 而第三件是川普连任 这事如果美国的选民 最后就让川普连任 那中共怎么办 那正好认了吗 所以从这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白帮瑞 不过是把事实说出来而已 而这个事实呢 北京最不爱听 所以我不相信 北京会发一篇文章 批白帮瑞 请他去 听听他老人家的高见 那是以前 今后不会去 我就是不要弄不好 让原来的脾气把它拒签了 现在是我倒觉得是 北京不会拒签 是白帮瑞拒绝去 因为现在去没用的 过去他是中国通 我见过他几次 也聊了不少 他其实最津津乐道 当年到北京去 访问和中国方面的人 交流的时候 那些当年的场景 现在没什么好交流的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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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